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10号起封闭10个月 交通行车路线将有所改变 市府特别提醒一个月的宣导期提醒用路人注意 为了宣导基隆仁爱桥改建 中四路将封闭的消息 市政府公务处特别制作宣导短片 提前进行宣导 市政府发言人余志明与公务处长陈耀川说明 配合仁爱桥拆除重建 中四路从4月10号起封闭10个月 市政府特别在施工前一个月 提前向用路人加强宣导说明改道措施 仁爱桥它使用已经超过40年 那经过市府委外单位来进行老旧桥梁的一个评估 已经被列为它是立即需要改善的一个桥梁 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个手板 在它的主梁还有衡量的部分都有出现了 例如说钢筋的捆筋有出现了相关的断裂 还有混凝土有出现了破损等等情形 为了考量到市民朋友的一个安全 我们呢即将在下个月来进行改建的动作 这个仁爱桥这边实在是重要的交通节点 所以我们也经过很多的交通维持计划的一个审议会议 也修正了很多次 那也经过大安汇报同意之后 那我们开始要来施工 那这个是我们施工的一个改道的一个动线图 那整个那个封闭的过程之中 我们会请那个就是一交来做交通指挥 那也会会那个做很多的告示牌来指示 那希望这段时间能够让用户人能够提早来 适应这个改道的一个方式 配合仁爱桥改建 中四路站牌会取消停靠 部分公车和客运会调整行驶路线 呼吁搭车的民众注意 那个有关于公车改道的部分 最主要受到影响因为是中四路的仁爱桥的关系 所以我们中四路的部分 那个站是必须得要完全都停用的 所以主要受到影响的公车路线 大概有十二个线 然后客运受到的路线大概有六条路线 然后我们会从差不多三月十五号开始 就会陆陆续续在我们市区 只不要受到影响的站牌或是后车艇 去张贴相关的告示 那在我们的公告里面 会讲到说附近可以替代的站位 有哪几个站位 那另外我们在我们的所有的公车上 有行经的路线 我们也在公车上贴出相关的告示 市政府公务处强调 因为仁爱桥连接中四路跟仁武路 中四路车流量大 是交通热区 所以特别在仁爱桥改建工程的前一个月 来加强宣导 呼吁市民朋友多体谅 也注意行车安全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基隆报道 112年运动爱台湾 2.01基隆体育季起跑 市长谢国良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与多位市议员一起开罗名枪 第一个场所活动就在暖暖区 社区全民健走 3.02.1开罗 基隆市长谢国良协同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敲响罗生 宣布112年运动爱台湾基隆体育季正式起跑 第一个登场的活动是暖暖区社区全民健走运动 包括教育处长刘美兰 议长童子委秘书杨文和 及市议员林敏勋 市议员陈冠宇 市议员林佩祥 与市议员连恩典秘书 与立委蔡师姻秘书等贵宾都到场参加 在教练的带领下 与现场民众一起热身运动 体育会估计有超过2000人来参与这场暖暖区健走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我们体育会举办的全民健走活动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我们各区的健走都要陆续举办 那奖品也非常的丰富 也感谢我们包括林佩祥前副议长还有明星议员 还有联恩典议员的办公室博物员大家都来积极的参加 那未来大家走出来越运动越健康 那小爱爸爸也希望让大家在路口能够越友善越安全 谢谢大家 今天是我们运动会台湾2.0的第一场 也是我们第一次把所有的活动融缩在一起的 基隆体育季开门我们在有各区的健走还有体育加入完会还有声音商会的健走 包括我们的基隆的小百二的登山自行车还有一个4月20号全国新住民 在我们陶俊工也有办一个全国新住民健走提家里完会还有6月3号的我们基隆寺英国会有将近24个项目同时举行还有我们今年在6月有一个外幕参加海上的朋友很多活动 差不多有八九十家活动陆陆星期展开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我们谢市长上来来把所有的整个在一起在基隆体育季民族开始代表我们的运动开始了 那今天的路线呢我们是由集合场地往我们的抽水站走走黄信步道的部分风景很好清水的部分然后路面也很宽敞 那会长欢迎大家有空都可以来这边运动 活动现场有热闹的舞蹈表演还有海洋大学的体试能检测 卫生局的卫教活动以及基隆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心智宣导都吸引民众排队参加 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感谢教育处与各单位的支持协助一起来推广运动 我们会长谢谢市长教育处还有预论的大力支持 而且我们谢谢客机你看我们今天软软机虽然是最小 我跟现场将近两千多人 基隆市体育会表示今年运动爱台湾2.0体育季的活动项目非常多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一起多运动才能享受健康 记者陈淑平基隆报导 国际联青社百年庆公益活动到八斗子的海之声基地捐赠金屯救援设备 来自20多国的代表共同见证 画面上是基隆八斗子海之声基地正在模拟水池里面拯救金屯的状况演练 有了这个新的水池可让受伤的金屯有一个安全的疗养空间 有我们台湾总会这边发起 有我们的汪都岛也特别在规划我们这一次的捐赠的活动 能够让我们国际联青社也在海洋生态的过程当中 能够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也能够响应让更多的人我们来为这个海洋生态来做这些保护的工作 希望我们能够抛砖引预能让更多的人来注意 那我们这次也谢谢我们我们联青社的这些社友的捐赠 那我觉得我也很感动说所有的前提会友都非常的支持 那整体起来的话我是觉得说我们所建制的这个水池并没有花到很多钱 但是它能够发挥很大的一个功效 尤其今天力临的看到这样的一个一个建制完成 我心里满感动 尤其是这个世界百周年活动 那所有的世界所有的我们的总会长都力临到我们台湾来看到 我们付出的这些为社会做的这些活动 我都觉得很感动这样子 这个国际年轻社百年庆的公益活动进行捐赠仪式 当中也播放了之前抢救金屯纪录片 当看到金鱼重新演放回到海洋的画面 现场来自各国的代表都响起一片感动的掌声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这些人们的支持在这里 所以我们看在未来 如果它帮助那些人们会有更好的生活 在海洋的 这些人们会有更好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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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他说这种救援活动对国际年轻社来讲 是很好的一个未来 而且对海洋生态还有环境都会有改进 未来我们要继续朝着方面努力 我们非常对生态环境还有对金屯得了解救 我们抱着非常有的爱心 所以我们才规划这个活动 国际年轻社很荣幸在今年迎来一百周年在台湾台北举行 特别在基隆选定的来救助这个金屯的这个搁浅行动 捐助了一组我们的游泳池以及这个绿水抽水的设施 希望未来在下一个一百周年因为科技的进步 能够听到金屯来传述他们的祖先搁浅的时候 受到国际年轻社wise man的救助 这样的期待让全世界的国际年轻社一起动起来 在社区社会服务当中也来帮助我们的 大自然帮助我们的海洋 对于国际年轻社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受捐赠的基隆市政府产发处跟中华金屯协会 都相当感谢来自各界的爱心 一起来关心海洋爱护地球 我们的水池是有使用年限的 那刚好旧的水池其实也发生破损 说实话也有漏水啊 管里面的那个支撑管有断裂的情况 那势必就会影响到下一次的救援行动 所以这次有一个新的水池进来 的确是帮助非常大 等于是说2020年一直到2022年 就已经有这个十支的金屯 来我们这个救援中心 那其实我们收的这个金屯 不是只有基隆搁浅的金屯 而是还有像宜兰 然后像桃园像台北和新北 透过这个国际性的公益活动 除了凸显金屯救援的重要性 也让世界上看见美丽基隆 在海洋环境上的持续努力 让爱继续传播循环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发展甚早的基隆超过九成都是山坡地 为了帮基隆留下一片绿地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与市议会党团 在红弹山举办植树活动 挖树坑 放进树苗 填灰土壤后再浇水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主委树人和与多位市议员 亲手种下桂花 茶花与樱花等树苗 这是由民进党举办的植树活动 选择在风景优美 杜鹃樱花同场绽放的 红弹山进行 就是希望为基隆留下更多绿地 减少碳排放 环保爱地球 选在这个地方 那么来种植一些比较有意义的树 当然树是另外一回事 那但是对于我们的青山绿水的保育 我想我们必须要做 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能够减碳 红弹山其实就是基隆的肺 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地方种下一些绿色的植物 同时可以美化环境 那也达到净零排放这样的一个 远程的一个目标 植树大家都知道可以净化通气 调节温度 然后维持水保 那我们西洋市有90%以上都是山坡地 其实需要水土保持 现在在基隆市议会也正在推动 政府跟市议会的五指化的行政作业 那希望说可以让大家一起在 環境保育这一方面出一份力 现在台湾是地球川的一份子 我们能够为台湾这片土地 留下来越来越多这么宜人的风景 留下来越来越多这么舒适的环境 是我们一直自立的目标 其实我们也藉由这个活动来去多多宣导 我们的环保的观念 也希望大家多爱护大自然 然后共同来去响应 那未来也可以创造更多的绿色植物 让大家拥有更好的生活空间 像我们的自然生态跟树木呢 都具有这个水土保持 还有调节空气 甚至改善全球暖化的一个功效 那也希望能够透过植树节的一个活动呢 来让我们社会大众能够重视地球爱护环保 这场植树活动也吸引多位经过的山友热情响应 民进党金融市党部方面表示 这次共种下一百株桂花、茶花、金樱花及樱花 接下来将由临近山庄、山友定期浇水灌溉照顾 希望小树苗能顺利成长 为红弹山增添更多色彩与绿意义 终下一片绿 永续开干真够力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有民众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六河桥左岸的防汛步道部分路段 地砖隆起破损 张耿辉也立刻办理会开安 希望水利鼠地时河川局迅速恢复 维护民众行的安全 基隆河防汛步道早已经成为民众运动 休闲散步骑车的好地点 不过有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发现凹地不平容易跌倒 也行进市民的反映 市民的经过程度跌倒的现象 为了安全起见 本位今天特别邀请公务处同车长到现场来健康 立即反映给我们十二级相关单位 立即处理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发生 然后我想因为基隆的天候也比较潮湿多益 然后未来的话也建议他们在製作这个材质的话 也要考虑到我们基隆市的天候 一款日外事件发生 也马上跟这个管理单 管理单位有第十二川局是很满意的 那我们是任务这边 针对这个现况这个有一定 要入估别的状况 我们可以马上围起这个 那个警示的把范围围起来 避免那个行为可能再载踏过去 这样的半岛的状况 另外第十二川局这边 也这边运动 大概在十天之内 会运用相关期 因为要查到列行人进来修 张耿辉也希望未来施作 类似的步道工程师 也要特别注意材质 除了方便维护 也让民众使用起来更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慈云寺的财神殿 奉由五路财神 三清道祖与福德政神等 求财不应的香客相当多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可千万别忘到 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家新闻现场 基隆市复兴路一处民宅 只有两米多的窄巷 有四主将一只黑狗养在屋子外 被附近居民抱怨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施伟正反映 请求帮忙处理 基隆市议员施伟正前往关心时 一靠近黑狗就会开始狂叫 而这种影响安宁的情况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附近居民都受不了了 一直叫啊 早晚都叫很吵 很多邻居都每次都被吵到出来 然后那个狗狗的那个碗里面啊 水跟那个肉常常都没有东西 如果有看到陌生人会很激动 有车子经过流差经过 或者是老人家小孩经过 他都会一直狂吠做事要攻击的感觉 所以让附近居民都很困扰 中午晚上要休息也都没有办法好好休息 那这个情况已经持续一个多月了 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 市政府的动物防疫所 然后派出所 还有包含这只狗所造成的一些 环境卫生的问题 也有通知环保局 但是到目前为止 都没有一个比较好的处理结果 在中山区复兴路一处民宅 只有2米多的宅巷内 有四组将一只黑狗养在屋子外面 虽然有用铁链绑住 但是只要有陌生人靠近 就会想要攻击 虽然四组有放食物和水 但经常不够 可能是情绪不稳 白天晚上狂吠叫 严重影响附近居民安宁 因此向基隆市议员施伟症反应 帮忙处理 以及宠物被弃养的案件 最主要是这只狗狗被拴在他们住家门口 不只是造成它更新的影响 也造成我们左右邻舍大家住宅安宁 刚刚我已经去电给中华路派出所 以及动宝处 要求他们积极作为 但是基隆市动宝处反应 这只狗狗它的晶片植入是在台北市 它的管理权是在台北市动宝处 现在我们积极的要求四组 尽量前往我们台北市动宝处办理器养 能够让我们介入将狗狗安置到基隆的宠物银行 或者是有请四组过来将狗狗移置它的住处安置 不然将会对我们左右邻舍以及对这只狗狗造成身心伤害 我们都希望住处能够积极处理 我们也会要求基隆市政府 以及我们基隆市警察局积极的介入处理 施伟正表示会持续追踪这件案子 保护毛小孩也早日还给居民生活安宁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基隆监域的分摊经费争议又有新的进展 交通部长表示会请次长来跟基隆市长谢国良进行投论 基隆市长谢国良在媒体访问时 针对基隆捷运经费分摊问题 交通部有善意回应时表达了看法 我很期待下周就可以跟交通部的次长 大家一起来讨论未来基隆捷运的一些建制方针跟预算需求 那很感谢侯友宜侯市长仗义直言 对于基隆的财政困难了解并且支持 那我必须要讲基隆是少数有在建制捷运的县市 也就是非直辖市 但是我们还是会尽最大的努力跟最大的诚意 好好在下周跟交通部商量出一套基隆负担的起的一个捷运财政负担方式 这方式可能包括希望他们在总金额方面可以再多索一些考量 也可以在负担的期限上尽量的拉长 让基隆可以分期好好来负担这一段的捷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這句話我已經聽到了多多長解 但是還是這麼多人被騙 到底到底為什麼 我想這個大概是講的那個是 我們去購物 去用刷卡來購物的這種詐騙手法 我明白就是比如說我買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我已經匯款過去了 我就說這個1萬塊的東西 我已經匯過去囉 然後對方就告訴我說 這個付款有問題 那你要去ATM那邊解除分期付款 對然後我就去ATM操作了 但是問題是我的疑問就是 這不是已經很常在跟大家說千片萬片的ATM嗎 是啊 我們警察機關是受理下這種案件 我們很不能理解 為什麼警察機關一直在宣打 這種ATM就不可能解除分期付款這個設定 或者是功能的一個設定 等等一直在講 但是我們民眾有時候還是沒有聽到 是不是因為那個歹徒的話語很厲害 歹徒的話語離不開 您要去操作ATM 總之關鍵字就是操作ATM 對 那這個時候 你說 歹徒講說我買東西啦 我去用刷卡啦 本來是你一處付簽的 但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對 那你會擔心說 哇那分期付款 我每個月可能都會定期付款喔 我每個月會被扣一萬塊喔 扣一年就十二萬喔 是啊 那不是說 哇會被扣了很多錢嗎 心裡就會害怕 才花了一萬塊買的東西 結果扣十幾要扣十萬 那划不來嘛 所以會緊張 然後會趕快去 聽著歹徒的電話 趕快去 去操作ATM 那我明白了 他就是讓你覺得很緊張 是 覺得我可能會損失一筆財產 沒錯 就是因為利用那種緊張的心情 就說那你趕快去ATM 是大概是這樣嗎 沒錯沒錯 那這種詐騙說話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說 哇當我們去書籍買書 或者去買什麼東西 用信用卡去刷卡的時候 那刷卡其實我們都是一次刷的 全部買單嘛 全部付款嘛 結果接下來你回去不久 你就接到電話了 這自稱說 我是哪一家書局的客戶人員 你在什麼時候 在哪裡買我們的東西 你去信用卡刷卡 但是你刷的是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黃先生 你本來要付一萬塊 但是你不小心刷到了分期 所以我們可能會給你扣一年 你不是嗎 你只有買一萬塊 那你趕快去ATM 解除這個分期的鎖定 是不是這樣 對沒錯 好想 還有我要跟大家說明 就是說 你當你接到電話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會顯示出 真的是書籍的電話 真的是銀行的電話 但是這個電話都是經過變造 串改的 它是用前面大概有一個加字的電話 顯示出來 但是那個都是國際電話 境外電話進來的 就是要讓你追不到源頭 對 再做一種電信的一個技術 可以在 直接讓我們打電話的地方的電話號碼 就可以變為是說真的銀行的電話號 那就是電話串改 怎麼這麼厲害啊 是啊是啊 這是科技 知通信科技問題 被歹徒應用來做詐騙 真是不應該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我們要特別強調 就剛剛也講過 其實有接到這種電話的時候 你千萬千萬要記住 ATM去操作 ATM 不會去解除你任何的 任何的一個扣款 或者是設定什麼功能等等之類的 千萬不要 不要不要 沒錯 他只會騙你去那邊 然後讓你操作操作 因為你很緊張嘛 我怕我本來一萬塊 然後變成說要付個十萬 因為一緊張下就聽他們操作了 對 而且又有一個方式 他會電話 就你一緊張 拿個電話 一直聽他講 一直聽他講 不是他講 然後聽他怎麼講 你怎麼操作 怎麼操作 你打key in 進去什麼 號碼 什麼什麼字的時候 其實那是在做匯款 匯出去 匯錢 匯出去的一個動作 所以所長是不是這樣講 我只要聽到人家跟我說 叫你去ATM 我就怕 掛掉 假的 對 假的 是詐騙 就不要理他 真的 所以所長今天來跟我們提醒 真的不要再被騙了 千片萬片 不理ATM ATM解除分歧什麼 都是假的 不要再相信了 對 沒錯 沒錯 我是孟萍 我是阿招署長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我們下次見囉 眼界一定為真嗎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瞧 我們換個角度來瞧